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了 就说人吧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这个被土磊怒骂不配当人的渣男 就是咱们今日的主角孝晨 别看他长得一副憨厚老实样 做出来的那些事真是让人血压飙升 60多岁的父母下地干重活 他不去帮忙 在家里游手好闲 妻子小芳可怜公婆怀着孕 下地去帮忙不小心动了胎气 想让他帮忙送医院 他都嫌麻烦给拒绝了 那是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内疚 孩子没有了 以后不是还可以有的吗 小芳称这小成的过分之处 还远不止这些 当初他被爱绵毙 不顾父母的反对 背井里香的嫁给小成 可小成却什么也没给他 不说是彩礼美人啥的 那就连最基本的婚礼酒席都没有 就给他一个空头支票 生日后赚到大钱 一定会给他补办 这一开始小飞还真信了 为了帮小成创业 他找父母借了好几万块 可小成创业数次 仍是混得一事无成 第一次是让小成干劳本行 小成会剪头发 他便出资开了个理发店 结果小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理发店经营不下去 也就倒闭了 第二次是想搞个成本低的 让小成开个小卖部 可小成却嫌这正的慢 把这店铺丢给父母去搭理 这第三次是小成执意要开养鸡厂 小方迫于无奈只得同意 结果就是养鸡厂是开了 但小成啥也不会 那些鸡死的死病的病 整得最后血本无归 小方接着吐槽到 这小成事业上不上镜就罢了 主要人还特别花心 说是自己悔改了 再也不做老板梦 要一个人去大城市打拼 可这事实就是背着他 跑到另一个城市养女人 我也已经瞧过你 你不是说不在外面前说了吗 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说 你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这又是他真正的面目 你看他敢当了这么多人 你面能承认吗 承认吗 但时间也不是很长 你的意思就是说 时间不长可原谅是吧 他已经原谅我了 小方解释道 当时是他父母觉得 他岁数不小了 离婚了不好二嫁 所以劝他再给小程一次机会 然后他就耐不住劝说了 也就心让原谅了 小程一开始是真的安分了 可自打小方怀孕了之后 小程的老毛病就又犯了 又开始背着他 跟一些女性玩儿暧昧 就这还愈加的肆无忌惮 在他怀孕三个月左右 有女的还故意给小方 打骚扰电话 宣示主权 后来小方因着腹中的孩子 选择一忍再忍 见小程浪子回头 也就不说他啥了 可熬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如开头那般 他下地帮公婆干活 却不小心动了胎气 小程以为他是装的 不愿意带他去医院就医 害得他错过了最佳时间 失去了这唯一的信念 心灰意冷的他 便下定决心跟小程离婚 而他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想让众人看清 小程最丑陋真实的一面 小程称之前是他的不对 心比天高还花心啥的 但他是真知道错了 现在的他已经找到一份工作 干了有两约有余 这日后定不会再像之前那般 游手好险 就是说从交往认识 到结婚这三年多 你都没他啥去上班 对不对 是 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靠谁 靠我老婆 哎呀 气死我了 嗨 这别说是赵川老师了 厂上的评审老师 个个气得不行 认为这小程压根 没有悔改的意思 还一无是处 劣迹斑斑 纷纷让小方赶紧远离这渣男 让这个渣男自行会灭 可乐老师听词却不这么认为 反倒是认为 这个小程还是有个优点 那就是长了个老实相 不忠 无能又冷漠的男人 偏偏长了一张老实的脸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 而且他不光长得老实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 我已经有所悔改了 就是这样的一张老实的脸 配合老实的表情 和虔诚的语气才一次次地骗过了你啊 你信不信这女生 如果男生扑通一声马上跪下 她立马心就软了 要不然她能忍这么久吗 所以说男生 你感谢你父母吧 长一张这样的脸 其他的我不想再多说了 我只拜托你一句 你心太软 你心一软就想到那孩子 死也不出来 说到这孩子赵春老师也不由地劝小方 千万不要跟小诚复婚 那个孩子没出生 可能是上天给他最大的眷属 不然还有孩子做牵绊 小峰为了孩子 可能真被小诚祸害一辈子 而那个孩子 要是有这么个不负责任 又冷漠无情的父亲 那才真是到了大梅 可小诚听到这儿呢 就不乐意了 有铲过很多女人也留过铲吗 你再重复一遍 你说什么来的 说一遍 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很多女人都流产 你的意思就是说 她流产跟你没关啊 还复婚呢 现在这样 她要是跟你复婚了 我真觉得天理难以 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 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了 就说人吧 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说 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 你给这个女人 一条生路 我还感觉她爱着我 你现在这样 我还怎么爱你 再也不会那么少了 我以前是瞎了眼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还好小芳选择走了 要是到最后还是回头 那怕是会心机梗塑了 这笑声真是个祸害 一开始就态度不好 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后面居然还有脸说 什么很多女人都留过 就这还被当人吗 她的亲骨肉没了 都那么的冷漠自私 可向而知 要是换成别人 态度只会比这还冷 真是不知道 小芳是倒了多大的霉 嫁给这种败类为妻 这再怎么被父母逼婚 也不能从垃圾堆里挑丈夫啊 嗨 希望任何小芳能擦亮眼 对此类渣男定要敬而远之 三个人都留着 一旦 一旦 一旦